接觸我好嗎 今年還沒做的就是結婚吧 應該是出國 出國 今年沒做到應該就是減肥 希望明年真的可以成功 兩目交幾公斤 希望 這可以講嗎 希望再瘦個五公斤好了 如果沒做到要怎麼樣吧 沒做到就在後年再加油 減肥永遠是明天的事 我覺得就是 唱新專輯的那個專長演唱會 就是這次可以把所有的十首 讓大家體驗 就是自己的唱跳 對 目標是這樣子 希望可以順利發行 今年還沒做的就是結婚吧 不過是有點遺憾沒錯 但明年也不想做 怎麼說怎麼說 對結婚沒有什麼想法 我希望我可以趕快拿到那個 人類圖的分析師 正在努力當中 因為就覺得很有趣 然後每次跟人家聊的時候 都覺得大家給我的回饋都很好 然後我自己也莫名其妙 就是一直有一股熱忱 一直想要繼續再學 繼續再學 像是 像是那個 陳雨昕啊 林雨昕啊 林思雨啊 這些 還有姚愛寧啊 這些就是 都是朋友 他們評價的 反應都還蠻好的 想算的底下打加一 我是戴牙套 戴牙套 這是什麼 今年是因為疫情 是不是感激台灣 有一部分也是 然後也是自己一直拖 今年可能去看演唱會嗎 就是很想要去看一場演唱會 因為現在疫情 就是有慢慢解封了 然後就很多團體都有來看演唱會 所以就蠻想要去看 然後希望自己喜歡的團體 也可以來台灣 誰誰誰 要不要談話一下 我喜歡Straight Kiss 就是一個韓國團體 然後希望他們明年可以來 對今年已經開始年裡 有很多韓星路去台灣了 就蠻多的 但他們就是還沒有 就是要來台灣這樣 希望還有明年可以來這樣 還有一件 是是大家明年也想做的 出國去玩 應該是出國 出國 我明年也想要好好的去旅行 希望疫情的狀態都可以更加穩定 然後大家都健健康康 然後明年我一定要想要去 做一個自己的小旅行 我覺得小旅行就是在台灣 走一走就好了 因為今年我生了小孩 然後 然後因為疫情 所以其實我很少可以帶小孩 去郊外走走或去外面 因為他還小 所以我會蠻希望就是 之後也可以帶他出去玩 甚至出國這樣子 想去哪裡玩嗎 我想去 我想去北歐 好像太遠了 太長城 先去日本好了 帶小孩的話 想去日本的大阪 疫情了很久是不是 對啊想去看櫻花 剛好 有沒有練幾句日文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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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客氣 對就很久沒有出國玩 搭飛機什麼的 想去哪裡嗎 我是一直蠻想去韓國 或是更遠的話 可能是紐西蘭之類的 我很喜歡那種刺激活動 就跳傘啊 高空彈跳之類的 但是台灣台灣有從事這麼刺激的活動過嗎 沒有 就是因為台灣可能很多都在橋上然後往下跳 可是在紐西蘭就會看到可能是一些峽谷啊 什麼這樣子 我覺得會比較漂亮 對 之類的 他們也完成了一件大事 對 就是 Deep Awakening 見過深淵的人 就是過幾天就要發了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因為這次專輯有總共十首歌 也在描述一個自我探索的一個旅程 所以希望在這個專輯中大家可以得到自己的一些安撫跟一些溫暖跟一些共鳴吧 重量 哇 太好聽了吧 可以可以 而且今天還有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 生小孩了 好 發興專輯了 對 我還有另外一個小孩很重要就是 我發行了我的創作專輯《獨在》 然後第一首歌是低音轟隆隆跟大圓一起的 然後還有第二首是《最人的旅行》 MV都已經出來了 歡迎大家多去點擊 低音轟隆隆 我將叫萌萌 雖念的節奏緊繃 用微笑點頭 做破冰的開頭 看看不是沉默 好像太長了 好 就這樣 好不容易發了一張個人的專輯 然後覺得很開心 因為之前比較都是在做幕後啊 配樂啊 或是在樂團裡 法蘭大裡面做整個團的東西 這一次是我第一次以個人的身份 然後做了整張一整個專輯概念的專輯 就很開心 感覺其實滿興奮又很害怕 因為之前可能是以團體 就是樂團的方式錄出 那這一次是用個人的方式 所以其實很害怕有一些舊友的那些聽眾 他們會不習慣 他們比較想看到帥哥 沒有那麼想看到我 所以要呼籲一下大家 呼籲大家一下法蘭就是法蘭代 法蘭代就是法蘭 如果是宣傳面的話 一個人就會比較辛苦 而且有一點不太習慣 因為以前在樂團的時候 大家就會互相接話啊 然後很有梗 那現在可能就是一個人 要想完所有事情 然後也不能有時間放空 你本身是畫多人嗎 我本身不是畫多人 所以看看我現在多辛苦 法蘭辛苦了 我不會承認愛過 我不會承認淡過 更不會承認你愛我哭過 我居然選了一首很慢的歌在唱 我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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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承認你 我會承認你